什么人官员遂遂的 出来 大人 小女子害羞 不想见人 这位姑娘 好生亏我 长得这么高挑 讨厌 人家只是长得高了一些 至于这么说人家吗 官爷 查也查过了 是否可以给我们放心 你 你 可以走了 他 留下 你看这十分可疑 先不许入城 姐姐 走 你们没有证据 先生不让我进去 这是上面的命令 我们也是天命行事 放心 谢谢 来 王爷 放心 一切都在安排了 谢谢 也多亏了王妃的救助 谢谢 您们还稳住情绪 王爷 大人 城门口有个姑娘行迹可疑 是否带来一看 谢谢 放开 放开 我自己走 阿姐 阿姐 放开放开 阿姐 阿姐 星亿 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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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打扮成这副模样 好 本来一路上都算是顺利 没想到最后在柳州城门口 给拦住了 我要是看见你穿成这样啊 在城门口 我也把你扣下 阿姐 阿姐 人家 这个样子 难道不好看吗 好看 特别好看 对了 你说你是和苏念姑娘一起来的 怎么没看到苏姑娘呢 苏念在桑夫人这边的宅子 安顿下来了 他们要给柳州的三民做一眼 一眼 是啊 他们会给当地的三民献上歌舞琴艺 那风月阁可在整个北寿都特别有名的 相信来的人一定不少 他们看了苏念的北岸之后吧 一定会振作旗鼓重建家园 苏念姑娘可是花魁 想要一睹风采的人 肯定很多吧 那肯定啊 欣医啊 你听我说 你们这一路周车劳顿 桑夫人那儿条件想必不好 明日你就请苏念姑娘过来 跟我们一起住吧 啊 什么啊 让你去你就赶紧去 好 好 啊 阿姐 你别总那样看我 乖不好意思 你现在 赶紧去把衣服给我换了 这什么样子啊 好嘞 说吧 又有什么鬼点子啊 我知道怎么抽银子了 你是想请苏念姑娘来帮忙 苏念姑娘可是关键 走 姐姐 我翻遍了整个院子 都没有找到南薰的关押之地 是不是 不在北望的私宅里 其他地方探查都没有 那就一定在私宅 再仔仔细细地搜查 看是否有密室牢房 是 见过公主 苏姑娘免礼 苏姑娘真是心善之人 眼下这柳州城正是重建之时 你们的一眼 给了百姓很多的希望 公主过奖了 但是这百姓 光有希望还是不够的 柳州城 百废待兴 重建房屋 修汽水道 需要很多的银子 公主有什么吩咐 苏念定全力以赴 姑娘可真是爽快之人 此次邀你们来这里小住 其实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再做一次演出 我会邀请一些贵客前来观看义娟 来帮助这些在民 那苏念 一定好好准备 那就谢过姑娘了 我会邀请不吝点赞 龙子 要离开 drop 再给我 这名单上附近的富商园外 无一遗漏 看来阿月这次 能抽到不少银子了 真没有遗漏吗 这些我可都是打听了很久 才整理的名单 从里面反复筛选 选了最有钱的 下了白天 果然是阿月 此次有你的帮助 柳州定能很快重建 百姓们也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我觉得你也很好啊 这几日你都亲自上阵 指挥柳州重建事业 好几日都没有见到你了 谁能想到 在柳州美名传扬的北王 曾经是一个废物王爷呢 那阿月现在 还觉得我是废物王爷 得再观察观察 那这次在柳州啊 你可要好好看看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我 我 什么吃的呀 我在四处都找遍了 就找了牌瓜子 还受潮了 凑吃吧 这柳城什么破地方呀 皇兄捐的钱 能救得了这儿吗 皇爷 此地可得谨言慎行 这要传出去 可以找麻烦 你给我闭嘴 都是你出的死主意 要不本王能在这儿吗 连口吃的都没有 北王和未来的王妃 那感情真是让人羡慕 可不是嘛 他们一同施州救济 真是大好人哪 听说北王和王妃 还要举办一场一眼活动 请了上京城的第一花魁 苏念来献议 给柳州的灾民筹措银料 真是活菩萨在世啊 柳州的百姓啊 有福了 周时宜 阿世纳柱 说好了家伙 一个傻瓜 一个骗我 你怎么办啊 王爷 不去 不去 压弃 压弃 你看这茶水还不错 我不管啊 一眼我也要去 你去准备 你去准备 没问题 王爷 我这就去安排 这就去安排 姐姐 我已经找到了 府中关押南巡的所在之处 一眼灯天 按计划行事 全安排吧 是 就是 就 一眼灯天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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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かな 姐姐今晚真美 势必要尼导几个富商 就是便宜了那个北王妃 今晚这些官孙人外 怕是要被八层皮 再走了 这次一捐的钱 是为了帮助灾民 也是好事 你一会儿 要万事小心 姐姐放心吧 我只负责搅乱厂子 吸引他们的注意 接下来 就看姐姐你的了 难寻 他必须死吗 姐姐 这是动了恻隐之心吗 这话灵溪就当没有听见 我只是 只觉得难寻他 姐姐你莫要再说了 这都是我们的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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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姑娘的琴音 真是婉转悦耳 听得令人心醉 但是苏姑娘的才艺啊 可不止弹琴这一项 各位还想看苏姑娘的其他才艺吗 想 当然想 感谢王妃的邀约 苏念姑娘真不愧是上京城第一花魁 在下听闻苏念姑娘的武艺也是一绝 不知是否能让苏念姑娘为我们献武一曲 让我们也一睹苏念姑娘的风采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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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苏姑娘今日献疫 是为了柳州的百姓 是大义 苏姑娘听闻柳州百姓遭难后 她便察不思 犯不尽 每日忧思 直到近日听闻各位老爷要捐钱捐物 才振作起精神 决定献疫以表感激之情 各位老爷真的是救了苏姑娘的命 更是救了全柳州百姓的命 可谓是一段佳话 苏念在此谢过各位贵人 小女子这就下去准备给各位献武 这可有的期待啊 苏念姑娘为了我们柳州能做到如此 真是令人钦佩 我决定 捐献文银五百两 来成就姑娘的大义之举 我也捐献三百两 我捐献一百两 我捐献二百两 你捐二百两 十两 一百两 五十两 我捐献三百三 你被捐献了 好 苏念 定会将各位的功绩上表朝堂 并且还会刻碑留念 让全柳州百姓世世代代都记得 大家的大恩 大德 我捐一千两 南王 让柳州的百姓感激南王的恩德 而不是北王的 知道了吗 你来做什么呀 当然是来接你回府了 你凭什么接她回府啊 你还不知道吧 公主已经答应嫁给我了 你瞎说什么呢 到那边说 别弄弄了我的一眼 你一晚上坐下 周世约 你还不知道吧 你被乌谋逆那段时间 她已经是南王妃了 我那是为了来柳州的权宜之计 什么权宜之计 我听不懂啊 答应嫁给我 就必须嫁给我 反正我信阿月 聪明人都看得出来 你俩这是在秀恩爱吧 你俩人都看得出来 有刺客 找刺客 找刺客 快走 杨迅 又是你 我还没罚号呢 莫爷 不是咱们的人 好啊 周志玄 又是你 不是我 我还没摔杯呢 周志玄 不想死的话 去赶紧叫你的人来帮忙 我才不帮你呢 你少吓唬我 你觉得我死的话 你还能活吗 双眼 宋念 南勋 对不起了 你还有什么愿望 我替你实现 哼 那死在你的手里 我也哗了 想必你是吃了很多苦吧 才成为这凤月阁的第一花魁 是啊 毕竟我出身卑贱 又是月季 又有谁 会真正相互于我 苏妮 你杀手 男王 要是北王回到上京城 让皇上知道今日之事的话 你可就要变成诛杀亲帝 犯上谋宁的罪人了 快 王爷杜手吧 此时正是好时机 既不可失 可他刚才也算救了我一命啊 那咱们就坐手于王之力 杨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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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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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气 君 晨絮 杨絮 晨絮 晨絮 谁说我是来诛杀亲帝的 我就是来持渊北王的 都给我拿下 回去淋赏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这是在哪里 这里一片虚无 天地不分 我想我们可能是进入到了玉佩之中 玉佩之中 但是之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而且 我们俩身上的伤也没了 天选之人 因缘会 乾坤一度 万物星 千回百转 终有尽 只带两心 相知时 这是什么意思啊 可能是因为血染了玉佩 才会有不一样的情况出现 而这真言 应该就是告诉我们 为什么会拥有玉佩 并获得奇遇的解释 有道理 那我可得把这些话都记牢了 万一以后要是用得着呢 天选之人 因缘会 乾坤一度 天选之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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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刷刀 休假头 怎么不见了 那双眼睛 这双眼睛 天使 为何老夫刚刚感到一阵神志模糊 这 赤财老朽 在打坐入定中 也隐隐感到浩玉有所异动 有所异动 时间如指 一动如指之折痕 折痕展开来的瞬息 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天使啊 你能不能把话讲得直白一些 时间折叠 万物尽致 时间拉平后 又回溯到了起点 时间折叠 你 天使 你刚才所说的异动 莫非是时间折叠所致 嗯 是 是 好 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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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对不起 刚刚府里来了刺客 我也是担心你才一时心急闯到这里来的 没关系 我是来此处换武衣 打算出去献舞 哦 那些看客都跑光了 你不用再去跳舞了 那刺客武功高强 我怕他躲到你这里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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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怕 有我在 我保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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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你 感谢你这么危急的时刻还想着我 苏妮 那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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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差点在密室之内杀了他 使新义王子拼死抵抗 这才保住南絮 女杀手 新义这小子有进步啊 都能顶上大用了 把事情处理一下 看来我们也要尽快回上京城了 留在柳州 怕是会再生时短 是 属下这就去安排 那等我把那些附上的银子要到 给了刘芝舟咱们就回 但你这银子怕是不好要了 今日可怕他们都下着了 本王妃亲自等门去要 谁敢不给 还是王妃厉害 阿姐 忠世宇呢 你不是叫她来吃饭吗 菜都凉了 她不在屋里 这几天她也是够奇怪的 最近总是不在 是去哪儿了呢 怎么就亲了呢 奇怪 什么亲 没说啊 我就是我说吃饭 菜都凉了 就知道吃 嗯 还有 什么叫周时宇啊 人家是北王 一点礼貌都没有呢 你还在这儿护生 你说时宇最近在忙什么呀 这柳州的重建实义 进行得都很顺利 柳之洲监督得也很严格 也不需要她亲自去监督了呀 是挺奇怪 她不会是 看上哪家姑娘了吧 吃你的 吃饭也都赌不上你的嘴 好 吃饭 小丽近日身体不识 王爷今天是否先去看看她 也好 那走吧 小丽 小丽是谁啊 周时宇这几天 不会在外面寻花问柳吧 寻花问柳 不会吧 阿姐 你得跟上去看看 她要是 跟外面哪家姑娘在一起了 你就突然出现 找她个措手不及 我可没时间跟着她啊 马上就要回上京城了 我得去买点 纪念的东西 哎 我也要去 你不许去 我要是看到你到处乱跑 我就让你再换上女装 送到官府去 不去就不去 阿姐你好凶啊 王爷 王妃好像在后面跟踪我们 要不要我送王妃回去 没事 她想跟着就跟着吧 可是王爷 这样我们的事情 不就被王妃知道了吗 无妨 本来也打算跟她说了 是 小丽 你怎么会是啊 不是要来看什么小丽吗 好 那这荒郊野外做什么呀 你怎么会是啊 不是要来看什么小丽吗 你怎么会是啊 不是要来看什么小丽吗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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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王副将 王爷 小丽的伤如何了 带她来见我 是 王爷 我真不是什么探子 你们抓错人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竟然没根丢啊 我还想问你呢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是说去找什么小丽吗 小丽 说的是我吗 我就是王小丽啊 这就是 您要找的 小丽 是 小丽 那不然 阿月觉得是哪一个呢 好了 这是本王王妃 参见王妃 起来吧 你的伤如何了 多谢殿下关心 已经带好了 这段时间 还是要多注意休养 为是新兵器所伤 可谓永逸 此次为你记上一口 殿下 这点小伤算不上什么呢 但是啊 新兵器千万不可清淡 多亏着你的试用 上一批兵器韧性有问题 才得以体现 以后还需你 多加把棺才好 明白 属下 定不如使命 怎么 难道你是以为 我是与他人出来私会来了 那谁知道呢 既然你都已经撞见了 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阿月 你想知道 我到底在做什么吗 你还记得那个童谣吗 北朔朝堂经年变 君若陈强诸侯变 安定全靠丞相馆 南王北王不堪认 一王蠢来 一王妃 这篇歌谣 讲得确实是我们北朔朝堂 皇兄自幼体弱 这些年来一直都是皇叔在把持着朝政 他的势力在朝中盘根错节 北朔对外的战乱 也几乎都是他发起的 更是他从我们相遇起 就不停地派人来行刺 只因他想破坏两国联姻 让天下大乱 这样兵权 政权 才会控制在他的手里 你之前一直伪装成废物王爷 是为了暗度陈仓 所以你现在要累积力量 与他一战 对 我和皇兄已经筹谋许久 与东宇和亲也是其中一环 所以一直想和你说声抱歉 让你也牵扯其中 没有什么牵扯不牵扯的 你深谋远虑 都是我之前未曾想到的 但是只要为东宇和北朔好 不再起战乱 就一切都值了 世约 我会一直支持你 陪着你一起完成的 那你不害怕吗 这会非常危险 一路来的凶险 你是知道的 说实话 害怕 但是我知道 你所做之事是对的 也是我之前一直所期盼的 所以 我也想出一份力 你别忘了 只要我俩在一起 就会有奇遇 你离不开我 当然 我也离不开你 天选之人因缘会 乾坤一栋万物兴 千回百转终有剑 只带两心 相知识 好 那我们就一起去吧 真是太烦了 显话我不能直接说吗 至今秦也太草叱了 不帅了吧 若是一直如此 那是不是 太给东宇男人丢脸了呀 怎么才能打破 这尴尬的气氛呢 姐姐 那个星翼公子 在外面偷看好久了 你以后梦要再逗她了 她这个人哪 不禁斗 好 姐姐 她应该近日 都不会再来 讨饶我们了 姐姐 她已经进来了 灵溪 可否让我与苏念姑娘 单独一讯 星翼可有何事 敢问苏念姑娘 你是不是喜欢我 你笑什么呀 我们多于男子 都是这样坦诚勇敢的 若你要是喜欢我 你就要说出来 我们还是要 先礼后兵才是 什么是先礼后兵啊 你是不是喜欢我 喜欢啊 这就是先礼 那后兵呢 我对你 没有感觉 这难道是 欲擒故纵 来不见 啊 晚安 也重心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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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不是给我的 今日啊 就得靠这些茶香饼啊 老王妃大驾光临 简直让小店蓬蔽生辉 我今日啊 是特地来感激您的 感激我 我有什么好感激的 真是扯傻在下了 当然要感激 您要捐五百两来资助柳州灾民 这是多大的功德啊 这 这 那日本来说好 要看苏念姑娘献舞 这 最后我没看成不说 还受到了刺客惊吓 回家之后啊 身体突发不适 实在是难以支撑 恐不能与贵客虚话 改日 改日 我再登门谢罪 那王妃和王爷在此喝茶 我这就去取银子来 这五没看成不说 银子还没了 走吧 一百两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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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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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不沉 我帮你拿吧 不沉 这可不是银子 是满满的成就感 你不懂 好 今天的收获很大呀 收来了这么多的银子 这柳州重建 也不缺银子 也不枉我一大早 做了那么多的茶香饼 希望他们吃得开心 分出去这么多茶香饼呢 也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味道的 你想吃吗 那王爷准备捐 多少钱的茶香饼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多亏了阿岳你的茶香饼 为柳州百姓酬得不少银钱 谢谢 才使他们渡过了这次难关 跟我的茶香饼有什么关系 谢谢啊 都是大家一起通力合作的结果 谢谢啊 柳州城大局已定 我们应该很快就可以回上京城了吧 谢谢啊 是啊 我已经吩咐聂臣那边做好准备了 三日后 闻便启程返京 谢谢 嗯 谢谢 这 这 这怎么办 这是什么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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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他这儿是不是得了医症啊 他浑身红着 四肢无力 口吐白沫 这 这正是医症之症啊 医症 医症 这好端端的 柳州城中怎么会出现医症啊 恐怕得尽快彻查此事 王爷 城中已有大半百姓染了病 您和王妃的人 需尽快回京 以免传染上此症 百姓身陷病途 不又如何能在这个时候 欺他们于不顾 传令下去 将本王赐宅开放出来 用于救治染病的百姓 把医官们都请过来 让暗卫和随心士兵 都去帮忙 是 王爷 禁止日城中大量百姓染病 医官们猜测是疫症 你们没什么事的话 就不要随意出府了 我说最近大街上 怎么每个人都病痒痒的呢 我们能不能做些什么 帮到他们呀 我们能做的都做了 我已经吩咐柳州之中 让他们建立许多临时医馆 用于治疗病患 临州的医官们 也都日夜见诚地 刚往柳州吃远了 还是殿下想得周到 真好饿 来来来 来 吃饱了 菜有力气解决问题吧 三弟啊 维兄有事找你 南王 你这是 现在外边都什么小事了 当然是防晃于未然了 你 南王找我何事啊 我带来柳州那几个侍卫 都染上了异裳 没人送本王回京了 我这不想着 跟三弟你借点人手吗 来得太匆忙了 还没来得及用膳呢 饿死我了 太好吃了 你们这点心不错呀 茶也不错 怎么感觉 身上有点痒呢 徐徐 徐 您看我这儿 怎么了 不许 您这 您 您这不是已经染上医症了吗 染什么医症啊 我都过成这样了 我染什么医症 混诊 你这就是染上医症了 你出去 你快出去 我怕是没命活到伤境了 其实 王爷 我要是死了 你切记和三弟 把我的葬礼办得体面些 才是 王爷 这颗心灵死前 见不到皇兄和夏香香 看寺远公子的话也是 行了 行了 你死不了 王爷 你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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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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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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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大夫 来 慢点啊 大夫 快来看看 大夫 您看一下这边那个人 王爷 城里的医官们都已经倾尽全力 接受所有病患了 只是病症来得太突然 虽然这病症和抑郁症有些相似之处 别闹了先 那是根据我会诊病患的情况 我确定 此次绝对不是医症 但事和病症 我还需要些时间来去 那叫劳烦医官 尽快研制出对症尿法 若有任何需要 本王府中之日任您调遣 王爷放心 属下定当尽心协力 快走 不能暖 陽儿 要从这一点 您真生 这么快 好 什么 小 老大 人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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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是 医官们配置了十几重药 都解不了这议程 陷下城中百姓异常慌乱 纷纷要逃离六州 至州大人下令封城了 我看在封城之前 你还是带着王妃回京吧 这里就交给我们来引顿 等王妃醒了 你送他回京 本王要留下来 和柳州百姓共度难关 我也不走 阿月 你会上京城寻找药房 我留在柳州小法子 我们分开行动可好 心意和苏妮我会照顾好的 你不用担心 送我回到安全的地方 若只有我一个人活着 我不活也罢 阿月 听话 你我不懂 这一程的百姓是我的责任 自然是无法拂袖而去的 而且 此次柳州之行 你已经为我做得够多了 我正好连累你继续留下 连累 不管在什么地方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都不会走的 叶臣 叫王妃带出柳州城 世瑜 我不走 我们不能分开 我们还有玉佩 阿月你听我说 我不能再让你受到伤害了 你 我求你了 让我留下吧 让我留在你的身边 好 那就不走了 我们留下来 好 你 我 你 打算吗 你 你是不是下毒了 这些顾虑得多 这样的事 还是用妹妹我来做吧 你怎么可以连累这么多无辜的人 可这是我们接到的任务啊 苏念 你怎么样了 我还好 心意你还好吗 习武之人 身强体健 苏念不用为我担心 可我看你脸色苍白 要不还是回房休养着吧 我没事 我在这里陪你 你一个姑娘家的 身体柔弱 得有人陪着你才是 你不要再来烦我了 我现在要休息 灵溪 送客 星衣公子 星衣 只有远离我 你才能安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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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总 来 王爷 王妃 不必多礼 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确定了 城中水井被人动了手脚 所以城中大半百姓 才会接连染病 竟然是因为引用了城中之水 有什么方子可治吗 召集城中所有医官 共同商讨药房 是 王爷 回禀王爷 我们汇总了此次病患的诊治过程 用了多种诊治方子 仍诊治进行缓慢 但是可以证明的是 此次病症并不具有传染性 所以我想 患者得的可能不是什么疫症 应该是 无论什么情况 你如实说来即可 应该是中了某种毒 中毒 是 我不喝 阿剑 这药有没有效果 你乖乖听话 喝药可以延缓些时日 医官们正在找解毒的办法 这药有无用 又苦 我 我不想再喝了 我现在只想喝家乡的糯米酒 你说我这辈子 还能喝到家乡的糯米酒吗 能 肯定能 我们星亿能活到七老八十呢 肯定有喝不完的糯米酒 你乖乖听话 喝药 来 姐姐 姐姐 你这是要给那个星亿解毒去 你都未曾给自己解毒 却要给那个多余男人 我们只有这一瓶解药了 我的身体可以抗中 可星亿马上就要死了 可你若待此时给星亿解毒 只怕会引起北王他们的怀疑 你可曾想过后果 我知道 但我必须要救他 姐姐 你拒绝接受任务 主上是不会放过你的 不过一死罢了 我从做杀手的那一刻起 便将自己的命交出去了 你还记得自己是个杀手 杀手活着不就是为了完成任务吗 而你现在在做什么 主上的任务 我都会拼死以赴 但为了毁掉一个人 而练累全城的百姓 我做不到 姐姐 我现在越来越不认识你了 三弟 我一向觉得你足之多么 应用非凡 二哥的解药 就靠你了 你这么一直拉着我 我怎么给你找解药 我不拉你了 你快去吧 记得多带点忍受 要是忍受不够的话 让皇兄给你派 次次情况严峻 刘州城内已经没有可用的人手了 只能我们自己想办法 你若是抓不到下毒之人 拿不到解药 我不就死定了 三弟 我要是死了 我 好好照顾你一下王爷 王爷 我的三弟 心里还是有我的 就没有办法可以救他们吗 或许我们可以一生 我觉得可以 施玉 我好像知道了 我们同生共死最好的意义了 喝了这杯毒酒 希望我们可以接大家 怎么会回到了黄谷 周世宇呢 三弟 三弟此次柳州之行 着实辛劳 近日为你特赦的宫宴 你可还满意啊 皇兄 三弟为何一脸轻易地望着人 莫不是不喜这次宫宴 觉得宴会上王妃受了委屈 宫宴 柳州之行已经结束了 难道这次事情 回宿到了施法之后 三弟 臣弟不敢 敢问皇兄 这柳州义政 最终是如何解决的 你和王妃一起寻得了赤树草 祝当地医官们 研制出了客毒解药 我当是谁呢 这不就是那个不知廉耻的 东渔公主吗 你说谁不知廉耻呢 说的正是你 还未成亲 就巴巴地跑去柳州 找我表哥 竟还与他同桌而席 你这不是不知廉耻是什么 我们会上京了 你在装什么迷糊 你说什么呢 我懒得跟你说 哎 你说 你要怎样才跟我表哥 解除婚约 皇上钦定了婚旨 我为何要解 高洛依 你给我放开 我不放 高洛依 你给我放开 就不放开 放开 解释 我们又回来了 看来这次玉佩 是把我们带到了未来 未来 难道玉佩发生了变化 我想可能是玉佩染血 这才发生了变化 老爷 你是到赤树草吗 赤树草 嗯 你为何问起这个 皇兄说我们找到了赤树草 帮助医官们配置出了解药 赤树草 是我们东于雪山上的一种草药 柳州也有 柳州的山里也极为阴寒 有可能也会有赤树草 嗯 那我们即刻出发去找 嗯 阿玥 你这几日都没有休息好 留下休息吧 我去就行 我没事 我和你一起去 星亿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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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你 夫妮 我快死了 你 本想 带你回到冬雨 回到草原 送马驰骋 打过吃肉 打过喝酒 这样 你就不用在上京城里 弹琴跳舞了 总感觉 那样的你 并不开心 你不会死的 我不会让你死的 其实 你喜不喜欢我 都无所谓的 真的 我心意都会对你好的 因为 你是我在上京城的 第一个朋友 你身体这么好 有武功高强 你肯定会好起来的 喝了你亲手喂我的粥 确实感觉好些了 身上的红针也不痒了 是吧 所以你不用担心了 心意 阿姐已经知道怎么解毒了 等阿姐回来一定能救你 你可不可以 我心肯定会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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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